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今天的第一個圖 今天有三個圖就對了 第一個圖的話 就是歷年來的竊道 住宅竊道的統計圖 當然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自行車竊道 到底歷年來有沒有變少 還是變多 機車竊道有沒有變少 汽車還有其他像搶奪 你會發現在那個就是雲端上 在那個開放資料上方 其實它底下也有其他類型的 有沒有這邊也有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還有什麼嫌疑人 一堆的相關跟治安有關的數據 那當然除了台北市之外 還有外縣市 所以如果你住的不是 你假設你自己是從別的縣市過來的話 那你可以了解一下 其他縣市的狀況如何 你會發現很快就會有個答案 那這個答案其實是相對客觀的 OK 我們講客觀 我現在不是說 我感覺每個人感覺都很主觀 誰會 如果你假設你不喜歡柯批的話 你可能就覺得治安好差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喜好問題 但是我們講客觀數據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稍微是變好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哪一個區 那區的話第一個 你需要做樞紐分析 所以以後做樞紐分析表之前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確認 你要分析的那個欄位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怎麼辦 把它變出來就好 OK 就是這樣而已 如果沒有就是 你想辦法把它 像這個路接道是最難的 我們先做區 區的話其實很簡單 插入函數 比如說它剛好在中間 那我們可以用哪一個函數呢 文字類裡面 我們當然不用laps 也不是用right 而是用middle 然後拿地址 它的文字在地址 第幾個字 剛好台北市下 第四個字 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有沒有 一下就OK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會用方法 不過這個比較簡單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把這個範圍給它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比例的話 就是把那個區的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 把區的這個欄位 拖拉到直 那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會算幾個 那你可以發現 馬上就有了 不過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假設拖拉下來 假如說奇怪 怎麼都空白的 不像說我這邊有顯示資料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假設這邊空白 你可能要按一下這個按鈕 叫做重新整理 為什麼要重新 因為假設你之前有做過 樞紐分析表的這個動作 它一身有就會有個暫存檔 暫存資料 那那個暫存資料就會是舊的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更新 它不會自動更新 所以你要自動重新整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需要做一件事 我希望 其實我主要這個資料 我希望能夠呈現出來 盡可能的是讓我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所以我需要做什麼 幫我排序一下 最好是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反正一看就知道了 治安最差的哪一區 那怎麼做 請你把游標放在B4儲存格 這個 點選資料裡面的Z到A 資料有沒有 這邊有個Z到A 這邊有個Z到A 所以排序最簡單 就是資料裡面有個Z到A 那共鳴思義 大的在上面 小的在下面 那顛倒就A到Z 所以我們就 有個游標放B4 資料Z到A 好 你可以看到 中山區第一名 OK 其次的話是士林區 再其次的話是萬華區 我好像都不意外 有沒有 中山區應該那邊 那邊有什麼通什麼通 然後萬華區的話 之前也是蠻特別的 尤其是如果你坐到 猛甲捷運站出來 然後你到那個公園 你就感覺出來 那裡絕對是不一樣 OK 感覺好像不太像 台北市那種區 但裡面那邊很多人 但都老人 而且那邊味道不好聞 感覺有一點怪怪的味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那個猛甲公園 如果你去你就知道 而且感覺那邊的人 都有點說不出來的奇怪 好了 而且你白天去跟晚上去 又不一樣 而且晚上去 你還不要到處亂走 不然的話可能會很危險 OK 所以其實他自安排在前面 也不意外 另外的話還有那個什麼 剛剛提到那個什麼 像台北市的那個竊道之外 好像還有搶奪的資料 搶奪資料我在想說 那邊會不會是排比較前面的 我不知道啦 這可能你們自己再去試試看吧 好那最後做完 我希望產生的這個資料 不要是數量 剛剛是數量沒錯 可是我今天這個地方 我希望是比例 因為我想要強調是比例多寡 那比例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以在這個值的旁邊 下方有個箭頭有沒有 找到一個要值的欄位設定 如果我想要把這邊不要是數量 我要變成百分比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值的顯示方式 再點選總計百分比 按確定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的是百分之多少 各區的比例喔 大概中山區佔所有的切斷案件是百分之十三 那最好的是哪一個 底下有沒有 大同區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點二六 OK 所以相較之下 其實真的差 哇差蠻多的耶 有沒有 而且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大同區跟中山區 其實只是好像一條路之隔 是不是隔一個成德路還是隔中山北 我不知道 隔一邊是大同一邊是中山 那為什麼差異這麼多 OK 大同區那邊好像比較有名是大稻城 大稻城那邊治安比較好 中山這邊比較差 OK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 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或者是可以在影片下方告訴我答案 如果你是住在大同區 OK 然後還有南港區 南港區為什麼治安比較好 感覺好像南港那邊相較於 這個其他區好像稍微 建設沒那麼多 而且有時候感覺那個晚上也是黑黑暗暗的 不知道為什麼 文山區因為是 感覺是文教 公路人員好像比較特別多 可以不知道 諸如此類的 好所以剛剛說主要是比例 值得安慰設定 有沒有顯示部分 改成總計百分比 OK按確定 那最後不管是看數字 但數字有時候還是不如看圖 來得更清楚 所以最後我希望把它繪製成一個圓形圖 OK 比例有點像一個圓筆 然後我們可以分析裡面的 這樣 最後的話請你做出一個比例圖 那怎麼做 一樣分析裡面的 數字有分析圖 圓形圖 這邊就出現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OK圓形圖 但是你會發現圓形圖 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就是它上方沒有標籤 所以如果你要有標籤 你可能要怎麼樣 自己看右邊這個叫圖裡 可是這個圖裡有點不方便 你要看顏色 然後它對哪一個 對哪一個 所以一般習慣是 我會在上面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那它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資料標籤 第一個選項 但是跟各位講 這個選項很麻煩 你要做很多設定 我比較建議用下面這個 但是下面這個有點陽春 OK 但是比較簡單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它會在上面顯示什麼 其實相對清楚了吧 上面就有什麼 中山區13%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會把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直接就放在一個 在這上面 相對就清楚了 OK 那所以呢 我們旁邊這個圖裡 其實就可以不用 你把它點一下 按Delete 這就不需要了 那上方的名稱 Title 請你把它改一下 那改的名稱呢 也許叫做什麼呢 也許給它一個名稱 我把它叫做 各區切到數量的比例圖好了 OK 叫這一個 那一樣 字的大小 大概就是給它 就是 大概 十 二十左右吧 這個把它稍微 常用裡面 把它放大一點點 OK 或者大概 二十左右 那顏色也許紅色啦 如果你不喜歡紅色 你可以改別的顏色 都沒關係 然後出體字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已經有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圖 那如果相較於 看上面的數據好了 如果兩個比較起來 大家看這個會比較清楚 不過相較原始資料好了 這個是原始資料 有沒有 你看這個 跟看這個 相較之下 這個顯然是會簡單很多 那一樣 請你把下方的 這個工作表名稱 也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也許叫各區的切到數量比例好了 OK 所以 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 OK 那我們就完成兩個圖囉 待會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最麻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先思考一個問題 我要如何把這個名稱 放到這裡來 當然不是叫你用土法煉鋼 慢慢來 如果你用土法煉鋼 可能你做到下課 你都做不完 因為它總共有三千多筆 所以怎麼辦呢 想想看 前刮鬍後刮鬍的概念 但是前刮鬍可能會 需要有三個可能性 一個是靈 一個是理 一個是區 大概是三個 那後面的字 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道 道的話可能是市民大道 所以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那個資料 取得位置之後 再做切割 這樣的話 但如果你不會啦 說真的 你真的要土法煉鋼 我覺得你應該也不想 為什麼 你寧可想公式 因為公式做完 點兩下 就完成 大概一秒鐘不到 可是如果你土法煉鋼 光三千多筆 這個可能一整天都做不完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